其實在這個工坊過程當中 證實了我當時所爆料的 人事實地物全部正確 包含柯文哲他自己的自訴狀 也承認他跟高鴻安有討論用人哲學 那他在意的是說 我講他塞人 他說他討論用人哲學 那在整個審理的過程當中 柯文哲他自己傳了兩個證人 就爆出另外一個料 他在現場居然直接去表達說 高鴻安跟柯文哲當天會面的地點 非常的隱密 是在一個剛剛完成的一個建案的二樓 然後呢有一間會議室 然後他們兩個人在裡面密會 他沒有證明說 連秘書隨乎都在樓下 都不在 那佐冠廷怎麼可能知道這件事情 拍謝喔 我的律師一直在強調 佐冠廷不會通靈 我一定有我的消息來源 如果我沒有消息來源 我講得出人事實地物全部正確 然後他後來自己的自訴狀也承認 對有討論用人哲學 那你到底要告我什麼 稍早請問出來說你在這個 之前講說因為柯文哲跟高環討論 然後把人塞到高環市府裡面 然後這個部分你被判無罪 然後可以幫我們還原一下說 這整個法庭攻防的變成 好 我要先感謝台灣的司法 還我公道了 這個過程當中 從2022年的年底 然後一路到現在 其實整個官司 禪送了一年多的時間 那這一年多的時間 其實說實話我花了很多時間 包含說被傳要去法院出庭 我出庭了應該是三次 如果沒記錯 總共開庭三次 我往出席兩次還三次 要確認一下 但總之我有出庭 然後後來延遲的辯論跟工防 我也都有出庭 但第一點 柯文哲從來沒出庭 然後最後呢 用自訴告我 自訴告我是什麼意思 就是他沒有到地檢署去告 他直接當檢方 然後來告我 那法院得審理嘛 所以他秉除掉了一個 就是說他被檢察官 直接不受理的可能性 所以代表我一定要出庭去面對 所以首先第一個就是 他真的是徹底浪費資源 就是司法資源 一定要處理 柯文哲告我這件事 這是他第一個策略 第二個 其實在這個工防過程當中 證實了我當時所爆料的 人事實地物全部正確 包含柯文哲他自己的自訴狀 也承認他跟高鴻安有討論用人哲學 那他在意的是說 我講他塞人 他說他討論用人哲學 然後我講他說他起口角 然後不歡而散 他說我們沒有起口角 沒有不歡而散 但這兩點其實有一點點 基本的法律常勝都知道 這是我基於事實的評論的範圍 我今天講話很大聲 你也可以說我起口角 可以說我不高興 這是評論 所以他把評論跟事實 搞在一起之後 告我一個加重誹謗 那當然法官他就必須審理 跟了解整個證據 那在整個審理的過程當中 柯文哲他自己傳了兩個證人 一個證人是他的隨行貼身秘書 一個證人是他的隨戶 而這兩個證人 其實到法庭上面 公開審理的狀況底下 就爆出另外一個料 我是聽了之後 嚇著吃熟熟 就是他在現場 居然直接去表達說 高宏安跟柯文哲當天 會面的地點非常的隱密 是在一個剛剛完成的一個建案的二樓 然後呢有一間會議室 然後他們兩個人在裡面密會 我聽到我嚇傻了 我們先不討論法律啦 官從政治面 柯文哲主席 你到新竹的某一個建商 剛剛完成的建案 然後還是茅胚屋 然後裡邊跟高宏安密會 你們會不會太神秘了 堂堂一個大主席 一個大市長 然後兩個在這裡密會 你們是談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 那後來他們的工坊的策略 就認為說 好 我們在這裡見面 然後呢連密書都不在 他們要證明說 連密書隨乎都在樓下都不在 那佐貫廷怎麼可能知道這件事情 不好意思喔 我的律師一直在強調 佐貫廷不會通靈 我一定有我的消息來源 如果我沒有消息來源 我講得出人事實地物全部正確 然後他後來自己的自書狀也承認 對 有討論用人哲學 那你到底要告我什麼 我到了最後開庭一天 我還跟法官說 他到底告我什麼 他到底名譽哪裡受損 他還是講不清楚 那最後 法官當然只能派他賣訴啊 我說這個是從一個 基本有法律知識的人就知道 那我覺得這個案子 其實充分的顯露出 柯文哲喔 他平常在罵人的時候 肩如刀割啊 他可以罵人家是太監嘛 他可以罵人家是狗嘛 然後結果別人對他的言行 進行一些評論的時候 他就脆弱如玻璃啊 一點只要不滿意他的事情的人 他就可以對你提告 他當時在告我的時候 第一時間怎麼講 面對所有媒體採訪 他講說 我就要殺卓安庭忌棋啊 我要告他忌棋啊 所以你的動機根本不是為了要伸張正義 你的動機是為了要讓我閉嘴嘛 那我基於事實的評論 你這樣子告我 那最後我覺得司法也還我一個公道 那我在整個過程當中 也很認真的準備 然後把我所論述的點 然後把我所想的一些想法 都跟法官講 那既然就看他回應啦 就是我還在等柯文哲市長回應 他會不會上訴 然後後續的攻防 法官判貪污有罪 市長就會停職 也無法救濟喔 就算判偽造文書 對我而言也是非常大的教訓 知道林用金處理有道德瑕疵 一直在思考 為何會上升到貪污犯罪 所以 那個裴姐 他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說 道德瑕疵怎麼會變貪污犯罪 這個跟民眾黨現在 護航高安的講法是一樣的 就是說你看林國城講 民眾黨的立場 如果用貪污罪來判高鴻安 矯網過正 雞蛋裡挑骨頭 是嗎 就像柯文哲說的 林用金制度是沿用 前立委李俊英辦公室 為何不查李俊英卻查高鴻安 所以 偉造文書或詐欺就已經很重了 他說法官沒良知耶 意思就是 真正有良知的法官判偉造文 就已經很嚴重了 所以呢 如果判他貪污就是沒良知 對 很兇耶 你看得到高鴻安跟民眾黨 現在幫高鴻安講話的講法 就是去跟大家講說 我這只是偉造文書 我這可能只是詐欺 但如果你用貪污罪判我 太誇張了 所以他們現在帶這個風向 那 現在幾個狀況來了 7月24 上午11點宣判 好 裴姐我補充一下 來94禮拜一 總要有新訊息跟大家講 跟高鴻安有關案子不止誰案 729下午2點半 有另外一個案也要判了 什麼 高鴻安跟柯文哲喬人事案 柯文哲告卓漢庭 729宣判 我在94這裡爆料的 你們記得吧 然後你就被告了 對被告了 加重毀謀 729下午2點半 所以跟高鴻安有關的案子有兩個 724上午11點 729下午2點半 這兩案 大家等著看 他還有另外一案是論文案 論文案 他好多案 很多案 都在最近看起來都會 對 有一個水落石出 好 我不好意思 製作人已經想把我殺了 但我一定要置錄一下 729那一案很精采 高鴻安跟柯文哲 在出庭的時候 承認他們兩個在一個密室會談 所以等到判決書出來之後 應該好好做一集 裴姐答應我好好做一集好不好 承諾 好 沒問題 如果是我輸 我輸就不要做了 那他們 可是他們都已經承認 他們有在小房間密室裡面會談 那是要告什麼 而且是一個建商裡面 等到729跟大家好好報告 那他是要告什麼告 很特別的 好 那個回來主題 好 我們加場 加開一集 729 好 好 好